男人疯狂地翻找着衣橱 他想知道刚才在兄弟家里看到的红肚兜到底是不是自己老婆的 翻来覆去 衣柜里都没有那条肚兜 男人气恼地接受了老婆出轨的事实 当看到老婆挺着大肚子进来的时候 他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谁知道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他的 还是哪个野男人的呢 男人名字叫大葵 是十里八村有名的木匠师傅 凭借着自己的手艺 日子也算过得红红火火 前几日好兄弟圆甲找上门 想让大葵帮忙弄新的房梁 两人的关系很不错 大葵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忙活完手里的事儿 大葵去了圆甲家里 活干了一半 大葵发现自己没带卷尺 本想回家去拿 却被圆甲的老婆王翠叫住 王翠表示自己也有卷尺 就在床下的箱子里 可工具箱一拖出来 上面赫然躺着一条红肚兜 上面还绣着一个方正的福字 大葵拿着肚兜的手都在颤抖 因为这个福字 是他的老婆花椒一针一线绣上去的 独一无二 王翠看到这个肚兜也瞬间傻了眼 没想到自家男人 竟然会把其他女人的私密物品 大啦啦地放在床下 一时间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的王翠 浑身无力地瘫坐在床檐上 因为这条肚兜 两个家庭都陷入了别扭中 王翠和圆甲吵架又动手 大葵没有跟花椒说这件事儿 但他的心里一直有个疙瘩 所以连续几天都心情低落 只是花椒并不知道大葵的情绪变化究竟是为何 他费尽心思的都丈夫开心 女为月己者容 他还买了几身新衣裳 希望能让大葵一盏笑颜 可大葵看到以后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不好看 不如你的红肚兜好看 这句话很明显带有试探性 单纯的花椒还真的以为大葵喜欢那条肚兜 立刻就在衣橱里翻找起来 可他怎么都找不到 于是便说自己那条可能是掉进河里了 大葵看着花椒预盖弥障的行为 心中发笑 表面上却什么都不说 没过几日 花椒买了条新的红肚兜穿在身上 本想讨大葵的欢心 可万万没想到 一向对他疼爱有加的丈夫 冷漠地从口中吐出俩字 难看 闻言花椒的眼泪再也止不住 在眼眶中打转 事到如今 花椒就算反应再慢 也明白大葵的情绪反常 他耐着性子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葵的回答中带着不加掩饰的嘲笑和讥讽 我在原甲家里看到你的肚兜了 花椒听到这话明显一愣 反应过来后 他立刻起身去原甲家里想问个明白 可大葵却伸手拉住了他 把肚兜放在床底下 还不想救人 可为了力证自己的清白 花椒执意要去 大葵看到花椒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心中也生出了疑惑 难不成真的是自己误会了 可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也会有错吗 他的脑海中天人交战 他很希望这件事是假的 但又怎么都说服不了自己的心 半夜三更独自在家的女人 依靠在床上发呆 这时门外突然发出响动 他警惕地站起身来 猛地把灯打开 面前站着的男人居然是自己的丈夫 可丈夫白天还说自己接了个活 要出门几天 怎么晚上就回来了 女人猛地反应过来 看样子丈夫是不信任自己 专门趁着晚上回来捉奸的 这种怀疑的态度太伤人 他面带讥讽 冷笑一句 直白地戳穿了丈夫 大葵啊 你编这些谎话有什么用啊 啊 你不就是想看看 我有没有跟野男人睡觉吗 大葵想要解释 却发现自己难以反驳 前几天 妻子花椒的肚兜不见了 而且被发现在好兄弟原甲的床底下 这种事情 任谁都不能不多想 可花椒一口咬定 自己那件事掉河里了 大葵不相信 这才演出晚上的一场闹剧 面对大葵的怀疑 花椒白口莫变 他崩溃大哭起来 大葵上前安慰 慌懵说自己相信他 夫妻俩的心房终于被打破 可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花椒经常发现 大葵以外出干活的名义出门 然后跳进河里 看样子是在找什么东西 虽然大葵嘴上说相信自己 但心里恐怕一直都不信吧 除非他真的能在河里找到那条 肚兜 为了稳定婚姻 平息这场闹剧 花椒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将新买来的肚兜 袖上符字扔进这个河里 故意让大葵找到 看到大葵抓着肚兜 在河里大声高喊 我找到了 花椒又哭又笑 一个老实憨厚的男人 面带局促地站在衣服摊上 他这次要来买的是女人用的肚兜 周围人戏谑的眼神 让他有些不好意思 这个叫袁甲的男人 他最近的生活 全被一条肚兜毁了 因为老婆王翠在家里的床下 发现了一条其他女人穿过的肚兜 袁甲白口莫辩 两人闹到要离婚的地步 事情闹大了 存主任甚至都出面调解 王翠不依不饶 他说自己抓住了袁甲的证据 那条肚兜还在床底下扔着呢 说吧就回家翻找 可找了一通怎么都找不见 王翠认定是袁甲藏了几来 他一气之下回了娘家 袁甲想请他回家 但王翠却说 你不把那条肚兜拿出来 休想让我跟你回去 无奈之下 袁甲只能去集市上买条新的 然后带回家绣上符子 可一个大老爷们笨手笨脚的 怎么都弄不好 袁甲正在懊恼之际 大葵带着酒上了门 他满心欢喜地 想跟袁甲分享自己的喜悦 看到袁甲手中的肚兜 他瞬间明白了什么 大葵冲回家里 翻箱倒柜地找花椒 买的那条新肚兜 但怎么都找不到 他当即就明白了 自己在河里找到的那条 肯定是花椒新买的 修上字扔进河里 故意让自己找到的 此地无音三百两的做法 让大葵疑心再起 村里的孩子们 眼看事情闹大了 终于站出来说了真相 那天村里的女人们 在河边洗衣服 一条鱼游到了他们的脚下 花椒只顾着抓鱼 没有注意肚兜 等他看见的时候 肚兜已经飘远了 在河流下游的孩子们 见到了这只肚兜 出于恶作剧的心理 他们把肚兜叠成小方块 放在路中间 看谁能捡到 恰巧原甲骑着自行车过来 还以为是个钱包 慌忙塞进了自己的兜里 等回到家里 才发现是个肚兜 于是便随手扔到了床底下 没想到就是随手的一个动作 居然在村里 引起了渲染大波 两个家庭都因为 这条肚兜闹翻了天 虽然他们为了这个家庭 都没有选择离婚 但内心的隔阂 却深不见底 直到花椒的孩子出生后 村里仍然有闲言碎语 说孩子是原甲的 幸好有孩子出来作证 才洗刷了花椒 和原甲的冤屈 在感情生活中 信任是最重要的基础 缺少了信任 一方随便说句话 都会让另外一方 忍不出去核实 这种做法 无疑更加加剧了 感情的消亡 而重建信任感的过程 是漫长兼具的 很多人都在这个过程中 选择分开 只有拿出真心换真心 才能长久地维系一份感情